郭北斗 台生上天的接台列宾社团 参加金卓中国际雕酒比赛 提到一金三冈五的家族的好成绩 藏合书生都为他们感觉非常开心 因为这项赛事已经基本22次 是台湾雕酒参举最中心的比赛 核心的对手有台核心 没有来自国外的参举 真的是相当不简单 要比赛之前 要先来一段一户真的营业组合介绍 这对参举比赛的台湾雕酒来说是一项抗厌 将来如何参举冰性咖啡的饮料 是更加重要 这些水果大部分来自云林的特产 所以我就利用云林的特产来制造这些饮品 就是一开始调的饮料 就是酸甜度都会不同 所以到最后才会稳定下来 在台湾雕酒加上航天的组合 让台湾雕酒参举厌民生的困惊 参举比赛 托盘族以及咖啡立体调花族 也都有好信价 对学生来说 最重要的其实是欲到经验 就我看到有很多来自外国的 外国的选手们 他们都很强 然后就我们还是要在努力的在学习 从服装还是仪太也好 就是每个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回来就可以再多学习 每个人的微笑自信或者是仪太 然后就是都不一样 然后累积到很多 比赛时有来自各种的压力 虽然参举自己去联合 尤其金绝奖就是国际性的比赛 其实不简单 就是国中生来 然后我们就会去他们教室那边 就表演就练胆量 因为就是说有兴趣的话 就是留下来练 就是练到很晚 这一次呢也是27国 来自世界各国的顶尖跳球师来一共 一同胜举这一个的一个跳球赛事 那也让学生看到国际赛事的一个比赛模式 这台在冰赛团可以在各种比赛行博 连出让大家都固定的好感受 自身的努力行博放起 为好好一起靠地 真主要最大的公平 记者零一零 蔡函博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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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